农历春节将至 但每到这时刻 免不了被问到这些问题 无非应该就是 什么时候要结婚之类的 什么时候到你 对就是大概是这个吧 未来想干嘛 然后就是 什么时候要带女朋友回来 结婚了就问何时生小孩 生一个又被问何时生第二个 要不就被问年终零几个月 薪水多少等 让人暗自不知道翻了几次白眼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有7成6上班族 倍感过年压力 其中6成8压力 全来自包红包 3成9担心被追问工作收入 被追问感情也躲不掉 如何应对6成4上班族 选择忍耐 很有压力习惯就好 上班族过年心情不开心 除了被问感情钱之外 还有包红包荷包失险 过个年平均开销 就得花上22123元 红包占最大宗53.7% 孝亲费则占26.1% 我的大概也是都万元起跳 包括长辈 是长辈 如果是子子辈的或是小孩辈的 大概就2000块起跳 我是两个一起包 如果好看一点的话就66666 过年家户团圆 虽说得面临长辈连番问话 已经红包孝亲 但仍有五成上班族拒绝值班 宁可直接面对 难得连续假期与家人团聚 亲情时刻 金钱难买到 欢迎讯闻林继祥 李嘉恒台北报道